学科人如果经常比如说像给慈善机构定期捐钱 然后就念那个功德保三神咒 能不能把这个善事转化为功德 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看你的发心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这个钱捐给某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他以这个名义啊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肤县的有一个男的 他呢替法师说我来替你们筹钱 庙里的法师呢 他们很老实的嘛 他就觉得他真的 结果这个男的呢 就去筹钱 结果呢 筹筹筹筹筹 这个男的死了 那么这个事情你就知道 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然后呢 捐给他钱的人呢 家里都出事了 这个一个道理就是告诉你 如果这个钱交给一个好人 他帮你做好事 这个钱交给了不是善良的人 他拿你这个钱 他第一替你背因 背果 第二 他如果拿你钱做坏事的话 你会背罪的 哦 所以选择度人和选择 法师 才师 无畏师 都是一样的 要选择好的人 你明白吗 明白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存钱之后 你看看马路上 有一个人问你们要钱 你看他挺好的 可怜的 你给他钱了 对不对啊 他如果拿了这钱去杀人呢 你说 因为他拿你的钱买了一把刀 你说你有没有业障 有 好了 所以给任何的机构 慈善机构 你任何的 你都要吃准了 他真的在做善事 嗯 如果他不是真的 那你这个功力 你就算念 就是转化到功德 那个功德保善神都也没用的 哦 明白了吗 哦 因为你堆不起保啊 你把那个 你这个 这个做的善事 不能堆成功德啊 哦 所以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自己直接亲手做 你比方说应输了 或者你把钱的 直接交给穷人了 嗯 有的人就是 有的富人都是这样的 嗯 很多富人就是 他直接去 到灾区啊 直接把那些东西 发给他们 嗯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就概念不一样 哦 明白明白 所以你要是 所以很多人 我取个简单 一直问问你 你说 你把钱交给人家 叫人家去放生 还是你自己直接放生好 那么肯定是直接放生好 对不对 对 那你把钱如果交给人家 人家替你好好放了 那么 靠得住的 那你当然有功德 如果这个人拿了你的钱没放 你说 你这个钱有没有功德 没有了 好了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谢谢 一讲了就知道了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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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